我被一个客户拉去演一把看,演员走秀,一开始还是高端的礼服,十二点过后,美女演员们纷纷换上三点式,衣服薄纱款,若隐若现的,美女们戴着蕾丝面具,在幽暗的灯光下走台,现场气氛顺势到达了高点。 我头一次来这种地方,还有一些手足无措,后来没想到,我竟然在这个欢乐场,碰到了一个熟人,那人就是我的老婆,王宇,感谢贵宾张先生,豪气一致,送六号鲜花十枝,演一把俗称花场,在暧昧的灯光和带感的音乐当中,我的客户罗达。 五十几岁的科技公司老板,花一千块,打赏了一名走秀演员,当表演结束,六号嘉丽,举着香槟过来谢礼的时候,也摘下了面具,谢谢大哥支持,老板,我敬你一杯,祝您生意顺利,发大财。 那个衣着暴露,拉着罗达喝酒调笑的,这位六号演员,就是我的老婆王宇,我人傻了,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,做房产销售的她,怎么会出现在这里,灯光一打,王宇都要被看光了, 就在我心里跟压了块石头般沉重的时候,罗达伸手拧了王宇的屁股一下,王宇拍了一下她的咸猪手,脸上却依旧挂着谄媚的笑,哎呀,老板,我该回去工作了,希望老板继续支持我。 罗达这一下,直接拧到我心里了,我是个男人,哪里忍得了这种耻辱,可是我又不能直接翻脸,我也怕王宇下不来台,就找个机会,溜进了后台,又成功把人堵在角落里,直接质问了起来,王宇,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工作? 我虽然知道,这也不代表什么,但是毕竟,自己老婆穿成这样,又陪酒陪笑的,我心里真的不舒服,你心可真脏。 你看见我干什么了,我不过是展示一下身材,人家喜欢我,打赏我,我回敬一杯酒,你到底在想什么,漏死了。 我拼命压着火,告诉自己要理智,冷静才能解决问题,王宇却先爆发了,突然冲着我大喊,我就更不解了,我工资全部上交,我妈又每个月额外给你两千块生活费,为什么非要来这里抛头露面? 大哥,你以为我那些奢侈品都是孙悟空变出来的?那都是我用自己赚来的血汗钱买的,女人就是要自立,这样有什么不对? 人人都有物语,我也在尽力满足王宇,至于他说的自立,如果是以这种方式,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,看我面色痛苦。 他又给我洗脑,拜托,大清都亡多少年了? 思想别那么封建好吗?这是演艺吧,又不是什么不正经工作,我靠着身材脸蛋吃饭,又没去偷去抢。 别的女人就是想来,硬件条件也不够。 我一时无语宁夜,他嘴上一向不饶人,突然反过来攻击我,而且我还没问你呢,既然你觉得这不正经,干嘛还过来消费? 我还想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,都被你挥霍了呢?是客户非逼我来的。 王宇根本不知道,我为了满足他的消费欲,想要升职,就得拼命的加班,又要陪客户喝酒应酬,胃已经不舒服一段时间了。 即使这样,为了娇妻,我也不敢离港,怕被人取代,对于我出入眼一把的行为,他疯狂地数落了我一番,至于我苦口婆心的劝说,只换来了他的不耐烦和谩骂。 等我回到座位,想要跟领导解释一下,发现王宇根本不听我的劝阻,又上了台,这次摘下面具,换上了高开刹旗袍,拍一双又长又直的腿。 若隐若现地透露着诱惑,又开始了新一轮走秀,罗达这个老色批,似乎是看中王宇了,又砸了几千块,买了披风和皇冠,让王宇拿下走秀冠军,成为所有演员当中。 独领风骚的女人,看着王宇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,我实在看不下去,加上胃又脚痛的不行,只能请假先离开,还是不放心我老婆,我准备在门外等,可是胃疼得实在受不了了,就打车去了医院,问诊之后,做了胃警,医生说是轻度胃穿孔,给我开了一堆药,结束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。 突然我接到了来自王宇的电话,你有病啊,上哪鬼混去了?信用卡一下刷了三千多,你疯了。 我刚刚做了胃警,正在点滴,身体极度难受,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。 我胃痛,来医院了,你结束了就快点回家,注意安全。 听到我的解释,王宇突然暴怒了,大吵大嚷了起来,他觉得我在撒谎,非要跟我视频,我的胃疼得直抽筋。 求他等一会儿,王宇却尖叫着要跟我离婚,我手上挂着点滴呢,只能用左手拿手机,身体虚弱的一直抖个不停。 视频打开后,确认我在医院,王宇又开始疯狂的抱怨,看个病也太贵了吧,一下子就花了三千多,你是不是开尽口要了? 哎,你这位要是一时半会儿治不好,咱俩以后还不都得喝西北风。 王宇经常购置几万块的包,我从来没说过什么,毕竟女人爱美,知道她喜欢,我也愿意尽力满足,可是我的身体健康。 他似乎从不在意,虽然我是一个大男人,不应该矫情,可是这心里总归是有点难受,王宇又续到了一阵,看我情绪不佳,不怎么回答,又随口骂了我几句死人,就把视频给挂了。 从始至终,我也没等来王宇,哪怕是半句的关心,等一切静下来,一股良意从心脏散发出来,寒冷彻骨,我俩结婚一年了。 大约半年前,王宇的温柔,善解人意,就彻底消失不见了,还没结婚的时候,他说就喜欢我这么老实本分的男人,如今一言不合,就要骂我是死人,当初我是高级技工。 高级还节省,是老公的好人选,现在他总嘲嚷着,说我工资太低,养不起他,我坐在走廊里,看着点滴馆,滴答滴答的下着药水,突然想起了,王宇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字,离婚,然后这两个字,就一直在我脑海中,萦绕不绝了,我挂完点滴水,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,身体疲倦到了极点, 思想却异常清晰,我躺在沙发上,翻来覆去半天才睡着,下午我是被王宇给喊醒的,他指责我,我饿了,一觉醒来,连个热壶饭都没有,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。 被王宇的负能量瞬间包围,彻底醒过来的同时,还带着胃部的剧痛,王宇,咱俩离婚吧。 我不是不爱王宇,只是后知后觉地发现,他根本就不爱我,可能只是当初觉得我适合结婚,老公。 王宇吓傻了,愣了几秒,才缓过神来,老公,你胡思乱想什么呢? 他似乎是怕了,着急地承诺,我不去了,那个兼职,我马上去辞了,我以后乖乖在家,我什么都听你的。 我不善言辞,对于王宇搂着脖子哄我,一时间,不知道怎么应对,哎呀,老公,你不是胃不舒服吗? 我给你熬粥去,以后要离婚这种话,可不许乱说了。 他根本不会熬粥,去厨房鼓道了半天,最后还是订了外卖,虽说是外卖,可是王宇的改变,我都看在眼里,他竟然为我喝了粥,又把我从医院买的药,分类地装进药盒,看着他蹲在茶几旁边,嘴里念念叨叨,要应该什么时候吃,吃多少量,像是终于把我放在了心里,我突然心软了,我没再提离婚的事。 王宇接下来的表现,也让我心情大好,他每天按时去房产公司上班,也不再像以前一样,一到周末,就以去闺蜜家聚会为由,不见人影。 他会拉着我,一起去逛街,还给我买了衬衫,这可是婚后,我的最高待遇,我乐得何不拢嘴,那件衬衫成了我的最爱,经常拿出来穿,还有意无意地显摆给同事看,我老婆买的,女人的眼光就是不行,将就穿吧。 许哥,你老婆都那么漂亮了,其他的还重要吗? 哈哈哈哈,看着办公位上的合照,我才意识到,最近因为王宇的改变,我再次陷入了爱情的甜蜜当中,今天项目圆满完结,领导发了奖金,我摸着怀里沉甸甸的信封,想着全数上交给王宇。 毕竟爱是相互的,我回到家之后,王宇不在,我刚准备联系,就接到了他的电话,老公,我在家好酒店二百零一,你快来救我。 就这么一句话,电话就挂断了,我慌了,赶紧赶过去,等我过去,那屋已经退房了,王宇又打来了电话,得到我位置之后,从小巷子里窜出来,上了我的车。 王宇竟然穿着酒店的浴袍,气氛的吐槽,那么大岁数了,还玩不起,二十万而已,还想睡我,做梦。 谁? 别问了,烦死了,我就不该今天来走秀,又碰到跟你在一起,那个罗老板了。 你怎么又去,不是答应我不去了吗?因为我看中一个包啊,十几万的呢,你也消费不起啊,气死我了,那个罗老头非要给我钱,我想他肯定不差钱,就收着了呗,没想到他还敢有这种妄想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 我震惊于王宇的坦诚,同时有些受伤,他要是把我这个老公当回事,怎么能当着我的面说这些,为什么要别人的钱,就不应该有这种侥幸心理。 我没顺了王宇的意思,跟他一起骂老头子小气,彻底把他给惹火了。 许丽,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?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? 我拿他钱怎么了?他好色,还不许我贪财了,你请我愿的,我又没骗他。 这就是三观问题了,我实在想不通,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,但是作为房产销售,平均每月也有快上万的收入,他的金钱观怎么会扭曲成这样? 那你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,有没有考虑过我,你已婚了? 因为我这句话,王宇直接给了我一巴掌,许丽。 我活到这么大,头一次见,有人往自己头上扣绿帽子。 我为了你守身如玉,你应该感激涕零。 我跟他啥是没有,你别在这嘴巴犯贱。 我不说话了,因为实在是无话可说,我闷声开车把人送回家。 他路上接了几个电话,一边抽烟一边骂人,老不死的东西。 你的钱老娘不要了,那么两个臭钱,很快我就还给你。 他说完之后,把电话给砸了,对于他的任何举动,我都已经心如止水了,随便他做去吧。 我准备好跟他分开了,男人应该有担当,分开这种事情,必须要深思熟虑。 可我还没等开口,王宇就病倒了,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尿路感染,说是抵抗力低,上火造成的。 王宇私自联系了我妈,老人家从县城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客车,又拎了一大堆风干货。 来伺候她的病体,我老妈身体不太好,一个月三千多的养老金,一大半都拿出来给媳妇,也算是模范婆婆了。 我得知的时候,赶紧从单位跑到医院,看见王宇在玩手机,老人在给他削水果,低着头跟庸人似的卑微。 妈,大老远的,你怎么来了?听到我的问话,王宇先生夺人,阴阳怪气地开枪了,你工作太忙了,我总得找个人伺候我吧,我可是个病人。 说起这个,我现在也没想明白,医生说,吃点消炎药就好,王宇非要住院,病床紧张。 他还非逼我找关系,我要不是看在他生病新交,我可能直接不伺候了。 儿子,妈怎么跟你说的,好好对小宇,女人不容易,他还说在备孕了。 我一脸疑惑,从来没听他说过,毕竟他说,生孩子身材变差,我这个穷人不配有孩子,吓得我从来不敢提,我没有当面打击老妈,等把人安排好休息,这才敢问王宇,你认真的? 不重要,你妈开心最重要,他当真了,如果是假的,会很失望。 对于的王宇的谎言,而且是对一个老人家,我心里很崩溃,你怎么能骗人?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?我哄你妈开心,倒哄出错来了。 好,那我现在就告诉他,生孩子的事就别妄想了,你们老许家要断子绝孙了。 王宇的这句话一出,我瞬间没有再争吵的想法了,三观不同,沟通障碍,还有他的恶毒诅咒,实在是过火了。 尽管他还没痊愈,我终于是忍不住了,王宇,我要跟你离婚。 也许是在盛怒之下,王宇瞬间答应了,然后又开始大哭大嚷,细数在我身边受的委屈,我心意已决。 没再说什么,就等着接下来办手续了,王宇也没纠缠,只是请了律师要跟我打官司,无非是想多要点钱,我身心俱疲,王宇怎么说也是个女人。 我也不想和他争了,他跟我一回,房子归他,我只要价值不到十万块的车就好,似乎一切都谈好了,可是离婚的当天,王宇却消失了,我想尽办法都联系不上他,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大约是三四天,我都打算报警了,王宇总算是出现了。 我刚下班,开门进了屋,王宇突然就从后面抱住了我,带着哭腔说,许丽,我后悔了,咱俩能不离吗? 王宇样子很憔悴,和绣场上的女神形象简直判若两人,王宇,咱们好聚好散,还能是朋友? 我太了解他的性格。 但凡我这手松口,这婚就离不成了,我已经做好了他死缠烂打的准备,可王宇并没有,他抹了把眼泪,既然这样,今晚就在家里吃最后一顿散伙饭吧。 王宇说完进了厨房,做了一桌子菜,以前是我做的不对,既然要告别,我希望咱俩留点美好的回忆。 那一晚,我喝了不少酒,工作的关系,我的酒量是不错的,可不知为什么喝着喝着就没了知觉,我醒来后,头疼欲裂,身边躺着王宇,一床的凌乱告诉我,昨天发生了什么,怎么会这样? 我实在懊恼,王宇却说没关系,我们约定了半个月去办理离婚手续,可不久之后,王宇又哭着找到我,把怀孕的化验单扔在我脸上。 我妈妈知道后,高兴的手舞足蹈,直言我们家有后了,看着化验单上那个孕育的小生命,我的心也终于化了,婚还是没有离成,也许是命中注定吧,只要王宇能痛改前妃,我和他也是缘分未尽,之后我给王宇安排最好的医院。 每次检查更是必须陪同,又安前马后的伺候,直到有一天,我才知道这一切的和谐都是虚幻,从王宇怀孕后。 他就辞职在家歇着,那天我是临时回家拿文件,在小区门口就看到王宇打扮的花枝招展,上了一辆奔驰车,驾驶员还戴着白手套,一看就是个职业司机,这车我看着很面熟, 但是容不得我多想,我驱车立刻跟上去,奔驰车在一个酒店停下,我眼看着王宇走了进去,我装成客人尾随他,就见他上了六楼后,敲开了一个房门,房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整个人都蒙了,赤裸着上身的罗达,一把将王宇搂了进去,顾不得房门未关,两人已经急不可耐地积稳了起来。 王宇竟然真的和罗达勾搭到了一起,我忍着犯偶的感觉,拿出手机想要把这个画面录下来,我的小兔精,你可想死老子了。 哎呀老罗,你到底让我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傻逼,他一嘴的仁义道德,我看着他都犯恶心,你就这么放心把我和儿子交给他呀? 这可是你亲儿子 哈哈,乖了,咱俩不说好了,你帮我把他项目里的技术给我偷出来,我就给你买一套别墅。 再说了,让许丽这个冤大头,替咱俩养孩子,省心又省钱啊。 就你会算计,想到你那天给我打赏的时候,我还心有余悸呢,你胆子也太大了。 要的就是这个刺激,还是我的小兔精厉害,行了我给你准备了新的兔子装,来给我穿上一个看看,砰最终门,被关上了,将房间里的乌言晦语彻底隔绝掉,为何我的宽容和一片痴情,却换来他一再的伤害,我打死都不敢相信。 这个我用尽生命去宠爱的女人,竟然恨我入骨,回想起这段时间,王宇的柔情似水,对我的关爱有加,我突然胃里一阵翻腾,我冲进酒店厕所,我把胃里的所有东西全都吐出来了,看着镜子中脸色苍白,眼角挂着泪水的自己。 我心里涌起了一阵恨意,这对狗男女,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,既然你们这么费尽心思对付我,我就将计就计,一定要让你们身败名裂,我一个人来到了王宇工作的演艺吧,这里的气氛依旧是那么性感火热,但我的心态却已经大不相同,感谢贵宾许先生赏赐九号加力,鲜花十枝。 我选择的是最丑的一个,丑得比较有空闲,而且面对这里最红的王宇,心里也会容易有怨气,经常走空场,一朵花都得不到的九号,对我格外热情,坐在我的卡座上。 举着酒杯攀谈了一阵,也是为了挽留客户,其实我看中王宇了,好久没见他了。 九号,因为我找的不是他,脸上有点失望,翘起二郎腿,点上了一根烟,人家挂上大哥了,早不干了。 是吗?哪个大哥这么有福气? 什么福气?玩一娃而已,没听说哪个有钱人跑到花场来找老婆。 这个九号,说话倒是挺值得,我还挺想念王宇。 他的客户,你能想办法帮我联系到吗? 不好意思啊,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,我和王宇俩有丝绸,他因过我,帮不了你的忙了。 看来我误打误撞找对人了,我害怕撞到王宇的好姐妹头上,幸亏我提前打听了一下,王宇特喜欢抢客户,人员很差,想有好姐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有长的,一个联系方式500,好的老板,我尽力。 九号非常上道,立即答应了下来,这不差不知道,一查可真够精彩的,十几个男人都被王宇骗得不清,有几万的,有几十万的。 有时候,王宇在商场看见什么心头好,拍一张照片过去,套路的话一说,转账就过来了,王宇更是一口一个老公,谢谢,摸摸的,有的不给他转账,王宇就说家庭困难,老妈卧床不起,以借钱的名义骗,这个秀场上,没人能比王宇玩得更明白了,台上骗人家礼物,台下直接要转账。 我也会帮他们尽量讨回钱为由,保持着联系,因为以后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,同时我也让九号有长的帮我,联系了这些人的老婆或者是女友,为之后的计划做铺垫,我了解到王宇的骗人模式之后,准备进一步调查他和罗达的关系,通过我一段时间的调查,发现他们也不是什么真爱, 只是海后王宇在罗达这里翻车了,还记得让我去酒店接他那个时,王宇当时说的道貌黯然,其实只是因为和罗达吵架,闹分手找我接盘罢了,王宇是个不服输的人。 他怀了孕又不甘心,在罗达那边也是须与尾仪,想混点财产,他俩都不是一条心,那我的计划实行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。 我最近有在悄悄地观察王宇,很快发现了他的异常,王宇果然心怀不轨,怪不得最近我的书房总有翻过的痕迹,我还之前还以为自己神经过于敏感了,可惜我这人做事一向严谨,重要文件都放在保险柜里,既然他要偷,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。 老婆,你怀孕辛苦了,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提起礼物来,王宇的目光终于聚在一起。 当然,嘴上还是在表演,哎呀,以后孩子出生,要花销的地方多呢,别浪费了,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,我很满足。 孩子必须要好好照顾,孩子他妈当然也不能委屈了。 我翻了翻口袋,然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憨笑,你看我这脑袋,礼物让我放保险柜里了。 我转身去了书房,不出意料的,王宇跟了过来,我当着他的面,拿开了墙上的画,露出了了保险柜,拿出礼品盒的时候,故意多停留了几秒,让他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。 里面有文件夹,老婆,送给你。 我把礼物都已经递到王宇面前了,他还盯着保险柜的方向看,我故意装作没注意。 不提起这一茬,快点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 礼盒一打开,看到里面的名品包,王宇的脸有些僵,这款包是新款,限量抢不到不说,价格更是大几十万,很明显,我买的是假的,只是为了哄骗王宇的道具而已,花了几百块买了个假货,假到线头都要飞出来了。 喜欢,老公,你对我真好,让你破费了。 王宇对包也有一定了解,怎么可能会看走眼,之所以陪着我演,是因为心思都在文件那里,不好破坏气氛。 好了,礼物收好,我们吃饭吧,晚上趁我睡觉。 王宇悄悄摸到了书房,试了好几遍,我的,他的,我妈的生日,全都试了个遍,全都以失败告终,这是我给他设置的难题,在我书房,倒腾了十几分钟之后,王宇只能失望地回来睡觉,全程我都醒着。 一想到之后的计划,我还有点兴奋,过了半天才睡着,两天后,要是往常,我做完早餐就回去上班,但是今天我并没有走。 老婆,我把送你那个包,晒到社交网站了,我领导老婆看中了,说让我带过去,先让她看一看。 你确定吗? 刚睡醒的王宇,知道包是假的,有点惊讶,不过马上又改了口,好吧,看是看,别给我弄坏了哈。 王宇带着一丝坏笑,就等着我在领导老婆面前丢人了,可是一找包,王宇傻眼了,怎么找不到了? 难道被人偷走了?怎么可能?我这两天就买菜背出去过几次,王宇还是挺用心的,为了骗我,假包也总拿出来背,这可是大事,几十万的包呢,赶紧报警,得查一下监控。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,因为这两天,等我走了之后,得知有保险箱的王宇。 胆子肥到,把拼头叫到了家里,我给书房偷偷安了监控,两人一直对折我的保险箱研究了半天,不。 不可能丢,你别着急,让我想想。 没有得到,我项目书里的重要技术,那个技术可是,价值上益的好东西,王宇那么聪明的女人,怎么可能不知道,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,对啊,你仔细想想。 我想起来了,我有个姐妹,看中我的包,说拿过去用一下,哎呀,那么贵重的东西,我买的可是真的,万一还给咱们一个假的怎么办? 王宇的脸都成猪肝色了,不能,我姐妹人很好,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。 我领导老婆可是特别懂包,王宇当然不愿意帮我堵这个窟窿,犹犹豫豫的,我立马拿出杀手锏,等包拿回来,就放到保险柜里,你替我看着。 王宇意识到,这下可以骗到密码了,勉强答应了下来,行。 王宇和罗达,俩人商量了一下,托关系买了个真包,我拿去公司,并没有给领导的老婆看,毕竟那是杜撰的,我把真包换了一个A货,这次访的比较真,要不是认真鉴定,一般人也看不出来,我把真包给卖了,因为很难买到,有了一点生殖空间。 卖了九十多万,这次回了血,我全都给了母亲,她在我结婚的时候,一次性拿出五十万,跟我一起凑了九十九万,给王宇过了彩礼,寓意长长久久,婚后这么长时间,我妈的退休工资也基本上都是给王宇,我想把这些要回来,也不算是太过分,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昏了头。 我自己被王宇害得身无分文不说,差点把我妈都搭进去,如今总算能挽回一些,还算有些许欣慰,老婆,这包不但贵,而且我问了可以保值,我把保险规密码告诉你,你千万别让别人知道,这是我给你留的家底。 王宇一听说,我要告诉他保险规密码,根本就没戏看包,好,谢谢你老公,我一定看好这份珍贵的心意。 王宇可真是看好了,我一上班,他立即拿出文件,又大大方方的复印了一份,然后在门口上的那辆熟悉的麦巴赫之后就走了,和罗达碰头了之后,罗达确认没什么问题,高兴的猛亲了王宇两口,又直接给了别墅的钥匙,拿到钥匙的王宇,这下野鸡便凤凰了,坐驾都变成了罗达另一部闲置的路虎。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,一打开门,看到王宇在指挥司机,往外搬行李箱,老婆,你这是怎么了?要去哪? 王宇刚刚拿着罗达给的钱,买了一身奢侈品,现在珠光宝气的抱着双臂,许丽,你知道吗?我跟我的大叔私下都叫你窝囊废。 再也不用顾忌,王宇彻底暴露了真实嘴脸,他意外嘴,还翻了我个白眼,你还是背叛我了。 我装作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,他笑得更得意了,蠢得跟一头猪一样,就你这种男人能配得上我吗? 我就没见王宇那么高兴过,对了,绿帽子王,孩子也不是你的,有你这样的爹,儿子都得跟着穷死。 仿佛刚知道孩子不是我的,我表面上装得很崩溃,我悲伤的样子取悦了王宇,他笑得眉飞色舞,余光中,我看到他手里拎的,正是我已经换掉了的,哎呦,好啊,你要走了,你要跟我离婚,那把我送给你的这个名品包留下。 王宇扶着肚子,笑得弯了腰,土鳖,这包是我新老公买给我的,至于你的那个劣质品,大概是我买菜的时候,当垃圾扔了,我默不作声了,低着头像是做错了事一样,最烦你这副死人样,麻烦让一下,我还着急搬进别墅里呢。 至于离婚手续,我让律师联系你。 王宇踩着高跟鞋高傲的走了,一直到高跟鞋声音消失,我才终于露出了示然的笑容,王宇还挺着急的催着把离婚手续给办了,他什么也没要,在民政局拿到了离婚证之后,在门口终于摘下墨镜,跟我说了一句话,你知道为什么什么也不要吗? 因为我确定,你已经被我掏空了。 我一脸淡然地看着他,什么也没说,话不要说得太满,好戏都在后头呢,拿到了我的技术,罗达给了研发团队,没过多长时间,就公布他的达远科技集团,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 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中,毕竟这次是一个大项目,罗达一个人吃不下,必须要招投资者,发布会当天,现场来了许多投资者,媒体更是有事余家。 罗达一出现,闪光灯此起彼伏,阵势非常浩大,王宇也来了,不过因为罗达的正事,坐在低牌,他只能屈居于二楼的VIP室,可能是因为第三者的身份。 王宇为了挺直腰杆,身边绕了好几个保镖,我是故意等着王宇上完卫生间,才过来假装偶遇的,哎哟,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,怎么还碰到你了? 我是来参加发布会的。 本来以为你会在新闻上看到这个好消息,来现场更好,我就不剧透了,等下一个大礼送给你。 王宇笑容里带着得意,王宇的坏心思,我是很了解的,他就等着,我辛苦无数个日夜,掉了数不清的头发,集合着整个团队的心血,研究出来的技术,被人直接偷盗过去,那是怎样一种心情? 王宇,别太得意了,你没听过一个词,叫做报应吗? 我没有对他恶语相像过,突然硬气,王宇有点惊讶,但也不是很在意,报应。 只有无能的人,才会相信那种东西,我只信人定胜天。 王宇扭着屁股走了,我本来还担心自己,可能做过饭了。 王宇,现在可以百分之百敌,确定,他是就由自取,罗达已经对于整个技术进行了完整的阐述,到了记者提问环节,前面的提问,罗达回复的都很顺利,直到我举起了手。 这个技术会引起材料污染的副作用,这一点我有完整的验证证据,请问有办法解决吗? 我有,但是罗达不可能知道,他拿到的资料是已经删减过的版本,看到提问的是我,罗达已经感觉到不妙,脸胀的通红。 警告你,你别乱说话,我已经安排好了,大屏幕上开始放映我所说的完整验证证据。 现场一片哗然,罗达想阻止已经来不及,一直用手帕不停地擦汗,此刻的王宇终于意识到,他中计了,瘫软在座位上,暂停一下,我们中间休息,等休息结束之后来解答问题。 罗达一脸尴尬之色下了台,刚出了媒体摄像机的范围,立即吩咐手下,把王宇请到他的休息室。 我紧随其后,中间耽误了一小会儿,刚到门口,就听到里面十分激烈的争吵声,你怎么回事?这点小事也做不好。 我现在被人阴了,全怪你。 王宇,你就是个丧门星。 罗达,凭什么怪我?是你研发团队的问题,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?你竟然这样对我大呼小叫? 俩人本来就是塑料情感,一个贪财,一个好色,这一出现争执,破裂得比谁都彻底。 王宇被我给宠坏了,受了委屈,伸手就要打人。罗达一把抓住他的手,把人甩到一边的沙发去了。 王宇,我给你的所有东西都会收回,你赶紧给我滚远点,别再碍我的眼。 王宇又哭又闹又骂,然而坏了罗达的大事,害得他这次赔了几个亿,说什么都是白扯了。 罗达雇佣了外国的研发团队,投入了全部身家,大批量的生产也全都成了废品,他的破产成了定局。 而且,我是亲眼看他和资本已经签约,这一下他面临的巨额赔偿都是个天文数字,罗达清楚他走投无路了,慌张的就要逃离现场,可还没出门就被警察堵住了。 罗达是吧,有人举报你窃取行业机密,不当竞争垄断市场,请配合我们调查。 亲眼看着罗达失魂落魄地被压走,那一刻我觉得呼吸是那么的顺畅,解决了一个,我抬头看向另一个。 罗达此刻已经是气急败坏地向我冲来,窝囊废,许丽,都是你害的我,是你给我下套,我跟你拼了。 罗达,我解释一下,我没被你掏空,和罗达的激烈对比,我显得非常平静,越是到了现在这个大快人心的时刻,我越是故意放还我的喜悦,你现在手里的包是假的。 什么?当初跟我离婚的时候,网宇其他几万块的包,觉得再也配不上他的身份了,都没拿,前几天已经被我拉到奢侈品二手店,换成现金了,网宇只拿了最贵那一个,可惜还是个假的,许丽。 你是个畜生,你敢算计我?刚安静了一会儿的网宇,再次爆发了,可是还没跑到我面前,就被一群女人围住了。 这些人都是当初给网宇一质千金的老板们的妻子女友,甚至里面还夹杂着几个被网宇色骗的男人,舞台上的主场,被这些受害者占领,什么东西,敢色诱我老公。 就是你,把我老公的奖金都骗走了,妖精,打他,打死他。 这些受害者一个个说得比一个激动,网宇连衣服都被撕扯了,发布会演变成了一场闹剧,哭声慢骂声,不绝于耳,场面一时之间很混乱,罗达的老婆,本来还看热闹呢,听到这人就是老公的小三,还怀孕了。 激动地上舞台,他可是最大的苦主,直接抢了一个C位,对折网宇的肚子就踹了上去,我在台下默然地看着这一切,对上了网宇仇恨的目光,却没有我想象的高兴,我不高兴,也没有多难过。 只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,没有理会吵闹声,呼救声,我从容且坚决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 那场闹剧让网宇失去了孩子,也毁了容,据说孩子本来就有问题,他一直知道,只不过用这个来要挟罗达,换得荣华富贵罢了。 网宇最后人才两空,闹得身败名裂,精神变得时好时坏。 后来更是披着背单子,跑到演艺吧,挤到一群首秀演员当中,疯闹耍宝,被人家演艺吧报了警,经过精神鉴定,就被送去精神病医院了。 罗达的妻子很有势力,罗达刚进监狱,他妻子就跟他离婚了,罗达净身出户,就在罗达被净身出户后,我去监狱见过他一次,全程我没说一句话,走的时候只把一个图片交给他,那是孩子不能存活的医学证明。 我离开的时候,罗达很激动,当晚就脑梗抢救了,不知道他到最后是否后悔遇到王宇,更是否后悔遇到我,不过,这些都不重要了,至于我,完善技术后得到了很多资本的青睐。 职业生涯又开启了新的篇章,半年之后,公司蒸蒸日上,我又整理好自己,迎接了一段新的感情,常会是个好女孩,在机关单位工作,人体贴温柔,又烧得一手好菜,老公,你看一下女儿,我去做饭给你吃。 我到了卧室,将床头柜上的胃药全都收起来,老婆,医生说我以后都不用吃了。 好,今天犒劳你吃龙下,日子安乐静好,以前王宇带来的伤害,已经慢慢被治愈了,人生如秀场,充满诱惑,至于遇到真正值得守护的人,生活才可以光彩流离。